兩年前羅慧蘭和陳子玄 在姻緣際會下相互認識 並共同學習珍珠包編織 及藤環技藝 同樣是為家庭經濟而謀求工作的兩人 在一樣的理念下 開了一間手工藝教室 除了能照顧小孩 也能教學並傳承藤編環的技能 如果我們沒有店面的話 我們的學員怎麼辦 以後做後續的服務的話 我們沒有地點 我們想說那我們兩個就一起成立 那可能剛開始 除了經濟的問題 還有小孩子的時間 可是我覺得這都是滿感恩 因為我覺得再多的困難 就是互相要有共識認同 一起一起做這樣子 早期原住民祖先 在使用牢固的捆綁材質 都是以黃藤外皮作為固定材料 例如島米用的柱接縫處 及標強的接頭處 都是用藤來固定 而泰巴朗的阿美族勇士手臂上也會戴上藤環 但是這種藤編的用途其實也相當廣泛 可惜已漸漸失傳 這個是祖先的智慧 這個阿美族叫做直幹 通常都用在這個達米的舊子那邊 這樣才不會鬆掉 從僅僅兩萬元開工作室 有時到工部門教學 邊上課邊帶小孩 雖然辛苦 但也相當開心 對二度就業的婦女來說 學習祖先的智慧 並將她傳承下去 又能讓經濟好轉 實在難能可貴 記者卡召花蓮瑞瑞採網報導